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这些罪名很多都有一些修改的一些过程 刑法的修正案对这一段罪名经常会进行一些修改 好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56解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 刑法在140条到148条规定了10个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 其中第一个罪名140条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是基本罪 其他的罪则是特别罪 那很明显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它是一个片面罪 因为有生产销售者就一定有购买者 但是一般来说对购买者是不构成犯罪的 即便是支甲买甲也不构成犯罪 就像我之前所讲的 就在地下通道看一个人卖假的中怀发香烟 两块钱一条 一百块钱一箱 你觉得这个烟肯定是送给领导的家属 过年的时候送这个烟特别有面子 而且物美价廉 于是你就买了十箱 那显然卖假烟的人构成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 但是购买者并不构成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小问题 如果你想买一点这种烟送给领导 但是你又觉得太贵 于是你跟张三说 你能不能做假烟 张三说我是良民从来不做假烟 然后你说你既然有造烟的这个本 是你为什么不做假烟呢 就是应该做假 做假你就能赚大钱 张三结果被你 这个说动 你创造了他做假烟的范益 那在这种情况下 当然两人是可以构成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碰碰范 他是实行犯 也是造诣犯 也就是教授犯 好 关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呢 各位要注意他们的技随标准 这个有些东西呢 肯定是要记住的 他们我们呢 有三个具体危险犯 两个抽象危险犯 其他的呢 都是食害犯 这三个具体危险犯呢 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应用器材罪 以及我们刑法修正案十一增加的防害药品光阻 那有两个抽象危险犯 也就是只要有这个行为 我们就认为了构成犯罪 一个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死工作 一个是生产销售假药准 剩下的呢 都是食害犯 必须要出现食害阶段 所以各位呢 也可以思考一下 这个从立法政策而言 抽象危险犯 具体危险犯 食害犯 哪个打击力度要更大一点 那肯定是抽象危险犯 打击力度更大一点 因为一有行为 基本上就成立技术犯 具体危险犯 除了有行为 还得有具体危险 而食害犯呢 我们这里的结果犯 说的就是狭义的结果犯 就是所谓的食害犯 那它不仅要有具体危险 还得有实际损害结果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两个抽象危险犯呢 它是有死刑的 生产销售 提供假药嘴和生产销售 有害食品罪 这两个罪是有死刑条 而且各位呢 也可以从这个法条 来大概的来看一下 我们的立法师 你想生产销售 伪劣产品罪 卖假货 那各位同学想一想 如果你是立法者 对于卖假货 你会给他一个什么 因为卖假货的事情 实在是太常见了 在做的有谁没有买过假货呢 你到很多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会发现 其实很多很多都是假货 罚不知足 这就是为什么 那么我们立法者 给他规定了一个最轻的 食害法 下意的结果法 要求销售金额 必须在五万元以上 这是一个数额结果法 那么第二 是生产销售假药 生产销售假药 那假药是非常非常 这个药嘛 光乎人命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给他规定的出现危险法 只要你小时 生产销售假药 那我们就推定有危险 那于是他就构成了积水 至于防害药品管理罪 它其实呢 是从生产销售假药中 分离出来的一种水平 它是一种具体危险法 至于它为什么是具体危险法 待会了我们会给大家讲 好 抽象危险法 但是规定为抽象危险法 那意识着 只要卖生产销售 不符合安全标准视频 一定会准备 这是不是又有点打击过度 因为我们中仓的习惯 本身就是不干不净 吃了没病 很多这个餐馆 你是不敢进后厨的 进了后厨 这些黑暗的料理 你可能就不敢吃了 看到蟑螂老鼠满地爬 你敢吃吗 所以很多东西 你只能圆圆的看着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不干不净 吃了没病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这个罪 没有规定为抽象危险法 我们规定为抽象危险法 和食害法中间的一种模式 也就是具体危险法 它必须要达到一种具体危险 这种具体危险 是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 或者其他严重食原性情 但如果你晓得 生产的食品是有毒的 有毒有害的 那这个就不需要到具体危险 抽象危险就可以 只要你有这个行为 我们就推定有危险 所以这里面的立法政策 各位要注意 要注意 好 那我们首先呢 来看第一个罪名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是掺杂掺甲 以假冲针 以次冲好 以不合格产品 冒充合格产品 比如说 把50年前的大米 冒充新米来销售 把普通的大米 冒充东北米来销售 这都是以假冲针 以次冲好 以不合格产品 冒充合格产品 那关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它的数量要求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 但是因为正是这个条款呢 它其实导致很多犯罪呢 很难打击 因为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 当然这个销售金额啊 它并非利润啊 也不是违法所得 它指的是呢 出售伪劣产品所得 或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 比如说你卖出了4万块钱货 还没有回款 那这4万块钱也属于销售金额 所以呢 如果要打击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你要证明它的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 那其实呢 还是很难的 因为很多卖假货的小商货啊 它其实是没有作战的情况 所以你很难证明它的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呢 最后事发解释认为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呢 这个不是一个犯罪的成立标准 这只是一个犯罪的计税标准 如果你要证明犯罪计税的话 那必须要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 但是如果成立犯罪呢 那则不需要 那关键看你的存货 如果你的存货在15万元以上 那我们就认为 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未损 当然如果 你的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 那就可以成立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计税 所以这个呢 大家是要特别注意 比如说张三 卖出了4万块钱的货 但是4万块钱还没有回款 结果在仓库里面的收出 他还有12万块钱的存货 那其实就可以整体性的 看把这16万都看成存货 所以他就构成生产销售 伪劣产品罪16万的未损 但是如果张三呢 卖出去了10万块钱 然后存货呢 还有90万 那这其实呢 属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10万块钱的寄税 但是整体上的货是100万 所以又可以看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100万的未损 从于重罪论出 这个是不需要区分的 你不能说10万的寄税 90万的未损 因为如果要区分的话 那他其实就是数罪并罚了 那其实处罚呢 就太过于严苛 那我们还是按着禁合法 从于重罪呢 来进行处理 10万块钱离结为寄税 100万离结为未税 然后想象禁合 从于重罪 好 生产销售 假药罪 那么刑法修正案11 那考虑到有些医生呢 开假药 所以呢 又增加了一个行为模式 叫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罪 那大家呢 应该都看过 我不是药神 那就知道假药 这里面所涉及的一些小问题 那因为呢 这个 刑法修正案8 关于生产销售假药 一在1997年刑法中 生产销售假药呢 它其实是一个具体的嫌犯 但是后来考虑到 这个假药类犯罪啊 这个非常非常的猖獗 所以案11年 这个刑法修正案8 就把生产销售假药罪呢 从具体危险法修改成抽象危险法 那一下就出现了一个极大的问题 因为根据药品管理法 药品管理法呢 好像是2001年通过的药品管理法 那药品管理法的这个假药呢 包括两种 一种是真正的假药 一种是以假药论的这个准假药 那么这些假药呢 它的范畴呢 是非常非常多的 比如说没有批文海外进口的药品 它也认为属于假药 那从2001年 这个药品管理法出台之后 到2011年 这个长达10年之间 其实并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你海外进口的药品 虽然属于药品管理法意义上的假药 属于行政法意义上的假药 那它可以做行政处罚 没有问题 但是呢 它很难让人呢 去受到刑事处罚 因为刑事处罚要坐牢 这个是非常严厉的评价 行政处罚呢 拘留 治安罚款 治安拘留 这个这个 行政罚款就可以了 但是2011年呢 我们呢 为了加大对假药犯的打击力度 把这个罪呢 从抽象危险 把具体危险犯呢 改成了抽象危险犯 那因为以前 你成立这个罪 比如说海外代购的药品 虽然呢 属于假药 在行政法上属于假药 那么在刑法上呢 我们也按照行政法 它假药的定义来定 但是刑法上还有一个 构成药素 必须要足以危害人体健康 那你海外代购的药品 即便没有批文的话 但这个药呢 它也是致病的 所以它并不足以危害人体健康 你就不能够认定 生产销售假药 但是2011年之后 就变了 因为2011年 我们这个罪名 就不再是具体危险犯 变成了抽象危险犯 所以当时就发生了 震惊全国的陆永 陆永呢 湖南人 所以呢 他当时呢 得了一个病 得了一个白血病 所以要吃一种药 叫格列 叫什么 一种特别贵的一种药 这种药呢 非常非常的昂贵 所以后来呢 他就发现 印度呢 有这个仿制药品 而印度的仿制药品 如果大规模购买的话呢 那就很便宜 所以他后来他自己呢 就开始呢 从印度买药 那后来有很多很多的病友呢 也委托他买药 我相信大家看过 我不是药审 应该都知道 那所以这种行为 在2014年被发现的时候 那很明显 如果从逻辑上 首先这是不是假药 他就是药品管理法 说出的假药 第二 你又没有生产销售 你确实也生产销售了 那从逻辑上来说 那你把这些案件 一输入电脑 一拍回车 那得出结论 就是生产销售 假药罪 而且他的数额呢 是非常非常庞大的 那刑罚呢 也轻不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这个罪 后来就进行了修改 当然我也非常非常佩服 陆永安当年的 这个公诉人 那么他后来呢 就做出了 这个不起诉的决定 所以在当时的 那个背景下 2014年的那个背景下 其实非常非常不容易 所以在2014年的 相关事发解释 也注意到这个问题 所以呢 他也规定了 一个小小的免责条款 他说如果是销售少量的 销售少量的 情节显著 情节不认为是犯罪 但是显然在 我不是药神 这点案件中 那肯定不是少量 那是极大量 极大量 但是大家想一想 在我不是药神 这种案件中 你让当事人 住牢 大家觉得 你的良心不会疼吗 对于道德生活 所允许的行为 他本身就在做好事 怎么可能是犯罪呢 道德生活 所能容忍的行为 那么发动刑法权 也要甚至有事 一定要注意 惩罚跟道德是有关的 所以道义责任 是惩罚的一个基本根据 是责任的前提 如果一种行为 在道义上 不值得签责 那么他就不值得 处于责任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2019年 药品管理法 对于假药 进行了修改 就是把海外 代购的那种药品 即便你有批文 这种准假药 我们从假药的定义中 给它删除 所以你看 药品管理法 第98条 第二款规定 那什么叫做假药 它现在假药呢 只有四种 一种是药品所含成分 和国家药品标准 规定的成分不符 第二呢 是以非药品 冒充药品 或以其他药品 冒充持种药品 那张三呢 这个这个感冒了 我呢 给他开了 我最新研发的产品 这个 888 888 888 这个感冒用 一喝你就会发 一喝就会发汗 一喝你就会发好 所以你喝了 其实我这个药 就用白开水做 因为感冒嘛 就是要喝水 而且呢 纯净的白开水 我自己烧的白开水 还吐了一口口水 特别特别好喝的白开水 你一天喝十支 连续喝十天 然后就会喝好 一支也不贵 一支就一百块钱 毕竟我吐了三口口水 所以这个就叫假药 生产销售 假药水 那第三呢 是变质的药品 第四呢 是药品所标明的 适应症 和功能组织范围呢 超过规定范围 只有这四种情况 属于假药 那至于这种 未经批准生产进口的 仿制药品和代割药品 那么就不属于假药 所以这是2019年12月1号 我们通过了 这样的一个法律 那虽然这不是 刑法的一个修改 这是药品管理法的 一个修改 但是药品管理法 对刑法的关键性药素 假药进行修改 那显然应当遵循 重就 兼重新原则 所以当时 很多很多 二省还没有判决生效的药室 他就看到了蜀困 但是还是有个别司法机关 他总是本着打击的态度 他一看 药品管理法生效了 那么就没法定这种 生产销售假药了 那么这些人 从海外呢 购买了这么多药品 也没有批文 有一些人呢 是从海外 拿一些这个 防疫针 这个什么 疫苗 那你国内没有这种疫苗 海外进口的疫苗 因为有一些孩子的家长 想打海外进口的疫苗 那么这些医生呢 从海外弄了这样的疫苗 而且没有批文 后来被抓了 但是现在药品管理法 马上要生效 这些东西不再属于假药 那怎么办呢 有些司法机关就想 反正刑法呢 可能就像橡皮梨一样 不构成A罪 可以构成B罪 想那一想 要不以非法经营罪起诉吧 因为你没有卖药的执照 你卖药 那不就是非法经营吗 如果定不了非法经营 你从海外弄药 也没有这种 这个像海关申报 不是走私 普通货物物品罪吗 总有一款适用 那么如果以这种定罪逻辑的话 那我们的法律 就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那法律就可能成为了 一种纯粹的延迟游戏 那法律就成为了一种 纯粹的这个自力推导 还是我之前所说的 作为法律人 一定心中要有对公平和正义的追求 法律本身不是公平和正义 但是法律一定要追求公平和正义 离开了公平和正义 所有的法律技巧 不过就是垃圾 没有这些法律技巧 反而会更好一点 好 这呢是生产销售提供假药水 那么再次提醒各位 生产销售提供假药水 它是一个抽象危险的 而假药现在不包括 这个未经批准生产进口的 繁殖药品 但是在2021年 这个刑法修正案11 通过的时候呢 当时呢也有一些同志指出 这种海外代过的药品 药完全不禁止 可能也不太好 所以就搞了一个新罪 叫做防害药品管理罪 它就把以前的这种准假药 变成了防害药品管理罪 所以大家就会发现 防害药品管理罪 有哪些类型 一个呢是禁用药品 生产销售国务院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禁止使用的药品 就是它还是药 但是它已经被禁用了 然后关键之于第二类 未取得药品 相关批准文件 生产进口药品 或者明知是散述药品 销售 所以这种海外代过药品 那如果没有批文的话 它不再属于生产销售 提供假药剧的犯罪对象 它开始属于 防害药品管理罪 中的犯罪对象 以及呢 这种在新药注射的时候 造假 药品申请注射中 提供虚假的证明 数据 资料 样品 或者其他欺骗手头 以前这些行为 都是定生产销售假药罪 但是现在呢 它属于防害药品 管理罪的行为方式 第四 就是编造生产 检疫 记录 那当时在制定这个罪的时候 有些同志指出 那这个罪呢 也可以规定为出现危险法 一有行为 就可以理解为犯罪 但是后来这种观点 受到了很多学者的抨击 说你要这么做的话 那就导致我不是药神 这类案件又会重塑相互 药品管理法的修改 就变得毫无意义 因为本来药品管理法的修改 就是为了回应 我不是药神引发的大量的语情 对于这种海外代购药品 如果有疗效的话 那它其实没有必要以犯罪论述 现在你认为 这种海外代购药品 没有批文 不再属于假药 不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 你现在又给它搞一个新罪 叫防害药品管理罪 同时又认为它属于抽象危险法 那你就意味着 只要我买这种药 然后我卖这种药 就构成犯罪 这不还是回到以前的老路了吗 所以这个不太合适 于是最后在立法者修改的时候 这个罪就变成了具体危险法 要足以严重被害人体减法 那因此如果海外代购药品 没有批文 它虽然属于 防害药品管理罪的犯罪兑现 但是如果这个药 像我不是药神那样 它对人有疗效的话 那显然就不能构成 防害药品管理罪 还有你现在开发的新药 因为现在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病 于是你开发新药 但是开发新药 它的过程是非常缓慢的 它需要很多很多的实验 需要有三期的实验 但是你这些实验数据 你全都是造假的 因为你觉得为达目的 可以不择手段吗 我反正是为了致病救人吗 那么这些冗残的手段 都可以删掉 那所以呢 你就做了大量的虚假的证明数据 巴拉巴拉一大堆 那请问能不能构成 妨碍药品管理罪呢 我们认为也不构成 因为你这个药 毕竟是有疗效的 所以它并不足以严重危害 人体健康 所以请各位一定要注意 妨碍药品管理罪呢 它所针对的行为方式 一二三四 但是它本身是一个具体危险法 它不再是一个抽象危险法 当然如果既构成妨碍药品管理罪 又构成生产销售 这个假药罪或者其他犯罪 那他就想象进化 那他就属于进化犯 从于重罪 不管你认为他是想象进化 还是法条进化 都无所谓 反正他的处理后果 是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 定罪良心 关于什么叫做 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这个其实是一种规范判斗 那2022年3月3号 有一个司法解释 对于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呢 他做了一个小小的推定 各位可以把这个司法解释给看一看 那一个呢 是生产销售 这个禁用药品 那么要综合生产销售的时间数量 禁止使用的原因来综合认定 看他是不是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具备这个现实危险 那这个现实危险 至少得有40% 50%的危险 不是一个想当然的危险 第二呢 是如果没有取得药品相关证明文件 生产药品 像那种海外的这个代购药品 你没有批文 那么认为呢 在如下一些情况下 可以直接推定 存在这种具体危险 各位看到下面的引注 比如说这个适量药品 是以孕产妇 儿童或危重病人 为主要使用对象 就是他是孕妇 小孩 和这个危重病人使用的 那么这就直接推定为 具有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那第二呢 适量药品属于麻醉药品 精神药品 就是这种严格管制的药品 那我们也直接推定 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那第三呢 适量药品属于注射剂药品 急救药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也直接推定 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总之啊 各位呢 这些看一看 就是从经验法则来说 必须要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那最后呢 各位看一下这个小提醒 看一下这个小提醒 未经批准进口药 不再属于假药 但是如果销售行为达到了具体危险 可以构成新罪 妨碍药品管理罪 疫苗成分不足 那这个不是假药 而只是裂药 但是如果这个疫苗呢 因为它比如说得在冷面环节下 结果你在运输过程中 温度这个太高 导致它变症了 那它就属于假药 这个各位注意 生产销售提供裂药罪 新网中还有这个罪名 以前叫生产销售裂药罪 现在变成了生产销售提供裂药罪 它是一个死害法 它必须要出现 对人体造成严重危害的死害结果 才构成犯罪 那同时防害药品管理罪 它是具体危险犯 但生产销售提供减药罪 是抽象危险犯 生产销售提供裂药罪 是死害法 那最后再提醒各位 这个药品生产过程中的数据造假 不再构成生产销售假罪 但是如果达到了具体危险 它可以构成防害药品管理罪 好 这是我们关于药品内犯罪 那下一个罪名呢 是食品内犯罪 大家把生产销售不符合 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跟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可以对比进行 因为其实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它就是更为严重的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 那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 跟有毒有害食品 两者最大的区别在哪 因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 它是一个具体危险法 要具备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 或其他严重食原性疾病的危险才构成 而有毒有害食品 它则是一个抽象危险法 只要是有毒有害 只要你参加了有毒有害 或销售名字有毒有害 那么这就直接以犯罪能处 所以两者最大的区别 通俗来说 就是有毒有害是绝对不能吃的 而不符合安全标准 它是相对不能吃的 比如说农民死了一头猪 那么这头猪能不能吃呢 那我觉得现在的条件可能好了 农民可能不吃猪 但是可以做神兽松 卖给城里人吃 所以这个就属于相对不能吃 所以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 但是如果你这个猪是自杀 是农药食的 对猪是不会自杀的 因为只有人会自杀 猪是不会自杀 所以猪可能误食农药而食 那么这就属于生产销售 有毒有害 因为这是绝对不能吃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事法解释 自己看一下 我想提醒各位注意三类 看到237页 237页有三类物品 我想特别提醒各位要注意 一类就是死猪肉问题 一类就是死猪肉问题 各位可以看到237最上面的第二句话 属于病死死因不明 或检验不合格的这个肃禽兽 这个死猪肉如果是病死的 它属于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 但是我刚才也说了 如果是毒死的 那就是有毒有害食品 那么第二呢 是这个第四点 我也想特别提醒各位 特殊医学用毒配方食品 专供阴幼儿的主腐蚀营养成分 严重不符食品安全标准 这其实就是多年前的 安徽的大头娃娃事情 就当时的不法产生 身上的这个阴幼儿奶粉 那营养成分严重不足 还没有米汤的营养成分 基本上就相当于白开水 所以很多农民兄弟呢 把他家的土鸡 土鸡蛋卖了 为了给孩子换一点好的 婴幼儿奶粉 其实就相当于给孩子在喂白开水 所以喂出的孩子 严重的营养不了 成了大头娃娃那种样子 那非常非常的 非常 当时呢就想定他们一个罪 就想定这个生产销售 这个这个 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但是出现了一个问题 因为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 必须是造成严重的食物中毒 或其他的严重食原性疾病 那在座的可能有学医的朋友 那大家想一想 什么叫做食原性疾病 那食原性疾病啊 通常呢 都是病从口出 病从口入 就是呢 跟不干不净的是有关系的 什么甲型肝炎啊 粒脊 这些叫严重的食原性疾病 但是现在这个奶粉 其实是很干净的 因为它高温消毒了嘛 白开水嘛 它其实很干净 所以你很难认为 它是严重食原性疾病 那怎么办呢 那你定他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又要求销售金额 在五万元以上 但是查处的这个小三方 又很难证明 它的销售金额 在五万元以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事发解释 后来就直接改了 我们认为 刑法中的严重食原性疾病 跟医学中的严重食原性疾病 并不需要完全一样 这是一个解释学的问题 因为普通老百姓 其实也并不知道 那什么叫做事原性疾病 事原性疾病 我觉得只要吃出来的饼都叫 所以这种营养不良 也是吃出来的饼 所以都叫 因此呢 我们就用事发解释的方法 填补了这个法律的咒证 因此大家注意 这座大头娃娃事件 所涉及的这个来粉 就可以直接订生产销售 不符合安全标准事件 但如果这个来粉 有三聚氰胺的话 那它属于绝对不能吃 那自然就是生产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水 这个呢提醒各位 要特别特别注意 同时呢 大家还要注意化线部分 就是这个食品添加剂的问题 因为大部分的食品 其实都有添加剂 但是如果滥用添加剂 足以造成严重的食物中毒事故 那么还是订生产销售 不符合安全标准事件 当然如果这个添加剂有毒 比如说有亚硝酸盐 有这个苏丹红 有这个孔穴绿 就人绝对不能吃的 有瘦肉精 那么就直接认定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水 那这里面我也想特别提醒各位 有三种东西 那肯定是属于有毒有害食品 那看到这样的一个小提醒 看到这样一个小提醒 如果呢 有瘦肉精 地沟油和三聚精安 大家就不用想 直接就认定为有毒有害食品 所以有毒有害食品 它是绝对不能吃 不符合安全标准 它是相对不能吃 所以沾山家有一只猪 是了 这个猪呢 是吃农药 可能自杀的 殉情而死 看到 他说喜爱的母猪 跟另外一只公猪好伤了 所以这只猪百无聊了 就吃了八个耗子 然后耗子里面 这个耗子是中毒死的 所以这个猪就死了 也属于殉情自杀的一只友情猪 那张生以为这个猪是病死的 所以就做成腊肉 那也成为人死 但是其实这个猪是被毒死的 但是张生不知道 所以很明显 主观上他想干嘛 主观上他想实施的是生产销售 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 而客观上呢 它是有毒有害 那主客观在哪个范围里所合呢 主客观是在生产销售 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范围里重合 所以大家要注意 这样一个主客观相统一的问题 那么另外一个案件 非常非常经典 这个压脖子案 张生和李氏都买压脖子 但是李氏的压脖子买的特别好 张生的压脖子买的特别不好 所以张生非常的忌妒 就在李氏家压脖子的卤水里面 放了半公斤压销酸盐 那李氏当天晚上做压脖子的时候 觉得这个卤水怎么有刺鼻的味道 但是他觉得可能是放的时间太长了 放收了 那没关系 加一点醋 加一点盐 可能就好了 所以李氏继续制作这种压脖子 最后很多人吃了死掉了 那显然对于李氏而言 他并不知道 这个卤水里面放了压销酸盐 他主观上认为这个卤水是收掉了 是坏掉了 所以呢 他的主观上应该是生产销售 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 但客观上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 所以对于李氏直接定生产销售 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 但导致的死亡结果这是有过失的 所以属于生产销售不符合 安全标准食品罪的结果加重分 但是对于张生 你故意在别人的食品原料中 投入这个非食品原料 直接就定投放危险物质罪 因为你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引力 好 那本讲犯罪的法条净合问题 这个之前也讲过 149条有两款 那么首先第一款是大圈和小圈 那肯定是在大圈的范围里重合的 普通法和特别法 是在普通法的范围里重合的 这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跟生产销售特殊的伪劣商品的犯罪 那肯定是在普通法范围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范围里重合 但是如果不构成特别法的话 那么如果符合了普通罪的构成要件 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 那就直接构成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 比如我们刚才说过 生产销售这个病死的猪肉 那么必须要足以危害人体健康 方才可以达到生产销售 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 但是如果你生产销售 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 最后经过鉴定 并没有达到足以危害人体健康 但那销售金额占10万元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认定为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比如说你卖成大鸟 占备粮 50年代出品的这个占备粮食 但是呢你说占备粮 50年的成粮跟现在的新粮相比 它可能也并没有达到 足以危害人体健康的程度 因为它毕竟是粮食 采取了特工特殊的这个储藏方法 所以呢它并不能说是 足以危害人体健康 那你就定不了生产销售 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 但是毕竟是以甲冲针以吃冲好 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 那就直接定生产销售 为例产品罪 那第二呢是法条进合的处理 法条进合的处理呢 那本来应该采取特别法 由于普通法 但我们之前讲过 根据罪行相当原则 这里采取了一个例外规则 就是重法由于轻法 重法由于轻法 所以如果讲生产生猪时 在饲料里面 大量添加对人体有害的瘦肉金 销售金额达到6万元 那它其实既构成 生产销售伪裂产品罪的寄水 又构成生产销售有独有害食品罪 想象进口 重以重罪 其他的问题 如果生产销售伪裂产品 同时又构成 请犯知识产权 非法经营 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 卖假烟 你照假烟来卖 既构成生产销售伪裂产品罪 又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 如果没有卖烟的资格 还构成非法经营罪 想象进口 重以重罪 那如果你卖假烟的时候 工商来查你 你把工商给打了一顿 那就肃行为肃法医 应该以这个罪和妨害购物罪 实施宿罪便法 最后再提醒各位 注意认识错误的问题 普通法和特别法 在普通法的范围里是重合的 如果是同类法医的话 重的和轻的 在轻的范围里重合 所以如果主观上想生产销售假药 但客观上生产销售的裂药 当然造成了严重后果 假药和裂药 在裂药的范围里是重合的 因为重的和轻的同类法医 在轻的范围里是重合的 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 与有毒有害食品 在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 范围里重合的 这个我们讲过很多遍 三三讲销售伪劣的农药 但却销售了伪劣的受养 有人说农药跟受养 在哪个范围里重合呢 是不是在药的范围里重合 这肯定是荒谬的 因为刑法中有一个罪名 叫生产销售伪劣 农药受养化肥种子罪 但考试的时候 会把这个罪名告诉你 因为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罪名 所以这其实属于 选择性罪名的重合 因为农药和受养 都是犯罪对象 那主观上 想生产销售伪劣的农药 客观上 生产销售伪劣的受养 那就直接定 销售伪劣受养罪就可以了 主观上想拐卖妇女 客观上拐卖儿童 那就直接定 拐卖儿童罪就可以了 好 那第四 沾三想销售伪劣的受养 但却销售了 人用的类药 那这样前段时间 有人抢药 结果没有抢到人吃的 抢到了猪吃的 于是也吃了 吃完之后 发现是猪吃的 还有一些更厉害的人 抢到的药 是属于外用药 结果他也当口服给吃了 这个都很厉害 都是天才 所以如果 想销售伪劣的受养 但却销售了人用的裂药 这个怎么定 有人说这不都是药吗 在药的范围的重合 那就人和猪 可以在人的范围的重合 或可以在猪的范围内重合 这显然是荒谬的 那你就注意 伪劣的受养 跟生产销售裂药 其实在药的范围内 是不重合的 因为人跟猪 在猪的范围内 是不重合的 在人的范围内 也不重合 因为裂药 它是人吃的 受药是猪吃的 两个药是不能共通的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它其实在更大的范围内 就生产销售伪劣 伪劣产品罪的范围内 是重合 所以直接定销售 伪劣产品罪就够了 好 这是56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